大家好,我是余霜 这一次来到洲际赛呢,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访问获胜的LPL的队伍 虽然说第一天访问了两支队伍,但是第二天可能成绩并不是很理想 那今天呢是半决赛,也希望能够访问到很多我们LPL的选手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参加了我们LPL地区的官方主持人的海选,有幸被选中了 然后从去年的夏季赛开始,就开始做LPL的赛后采访以及主持的工作,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说实话因为我跟LPL的选手都非常的熟悉,所以说很多选手骚话都很多,也很可爱 那这一次唯独采访到了西洋和小虎,他们两个人都是我觉得采访到非常有意思的选手 我其实在去年S6在美国的时候就有作为前方的记者进行赛后的采访 但是没有进入官方的流,而是会有一些赛后的小节目 然后也有采访到很多LCK以及欧美,LCS,欧洲和北美的一些选手,包括我们LPL的选手 然后这一次来到洲际赛,其实感触也蛮深的,因为能够跟三个赛区的选手见面 然后看到他们一起来打比赛还是很兴奋的 嗯,其实看LCK比赛是蛮多的,因为还挺关注LCK各个队伍的表现 以及他们的一些就是可能赛后的花边,很想采访到其实是我们LPL之前有在LPL参赛过的那些选手 比如说Deft,Mata,Pung,这一些比较熟悉的选手也是采访过的选手 那当然也很想采访到Faker,还有一些知名的选手 嗯,前天在休息室的时候有看到颜尚恩,我知道她是LCK新晋的女主持 然后她用非常流利的中文跟我打了招呼,然后大家聊了聊天 而且我第一天穿的那件衣服是她在好像是韩国的百科上面的一件一样的衣服 然后都是ZARA买的,所以觉得可能惺惺相惜吧,觉得很开心 嗯,我希望能够一直做自己喜欢的电竞的主持 或者说是幕后的工作 因为可能对于英雄联盟我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也希望能够一直为这一份喜欢的工作努力和加油 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希望LCK的粉丝和观众能够喜欢我们LPL的选手 以及喜欢余双,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再见